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覺打蒙古比較好 有人知道這張圖是什麼嗎 真的不知道耶 而且為什麼你可以打哈哈 這不是世界盃嗎 所以這些人 打比賽還在打哈哈 那主播也打哈哈 算了 哇 好啦 講屁話了 對不起 我跟大家講一下 剛剛播了第一場 第二場之後 中間去休息一下 小睡一下 有可能聲音比較低沉 如果很低沉的話 就跟大家說聲抱歉 好 第三場 賽拉森 賽拉森 這張圖賽拉森 OP嗎 嗯 看一下喔 我覺得他們知道這張圖長怎樣耶 不然不可能選賽拉森啊 這是一個極攻流的地圖啊 喔 跟 我的新手觀眾朋友們 稍微講一下喔 以後我想要講一下賽拉森這個 他雖然不是工兵文明 他是 他是駱駝跟海軍文明 我覺得他可以還加一個什麼 四級文明 四級 四級文明 為什麼呢 這個文明喔 呃 會玩的很強耶 不會玩的就很爛 為什麼這樣講呢 完全是靠你的 四級的 操作 然後你的 戰術配合 再強的 我覺得賽拉森是這個文明 剛好兩 雙方都是 賽拉森那 我就要看配置吧 因為一定會有一個差異點 呃 這邊是 viper 10匹 3人伐木 11匹 4人伐木 嗯 這邊開大象比較慢 我覺得 這張圖如果你們單挑的話 先開大象喔 為什麼 開完大象 如果你要打仙手的話 趕快去看人家的家裡在哪裡 就是 嗯 因為這個文明你們 有玩的應該知道吧 買賣流買賣流 一直挖黃金一直挖黃金 然後 買木頭買食物買木頭玩食物 夾到城堡然後強軍室 可能對方就爆 好 所以 這個東西 3人伐木 對上 ACCM4人伐木 我覺得 精彩耶 才會贏啊 我覺得啦 3人伐木很懂 小公如果你要玩3人伐木很懂 可是viper玩3人伐木 他這個 他這個配置就是一定是打一個 極速流 薩拉森小公 搶先手 所以 我現在看出來了 他大象為什麼這麼早吃 他吃完趕快去看一下 等一下集結點射哪裡 第一隻小公 第二隻小公 超級重要 看到這邊了 看到這邊了 木材在這 很爽喔 viper 很爽 馬上過去就看到了 這邊已經開始尾了 然後吃這個斑馬 這張圖是他們自己自選嗎 感覺 蒙古可以 感覺蒙古可以 感覺蒙古可以 我不太清楚這個賽事 反正第三場反正他們單挑就對了 我看不出來有什麼東西 反正這邊viper小微 等一下應該是就 呃 這個配置 不會打三棒棒吧 不會吧 沒有彎皇將 呃 呃 應該是要這個配置 呃 極速流小公來囉 嗯 極速流 六人伐木 等一下可能他如果是黑暗時代50%左右 蓋一個軍營 然後上封線的時候 第一個弓箭場 應該剛剛好 應該剛剛好 因為十九匹很極限 十九匹弓箭場只能蓋一個 因為你已經蓋掉這個 營地了你知道嗎 減一台牧場 哦十九匹 有織布嗎 織布有 哦 爽囉各位 極速流小公 十九匹賽拉森 登場 這邊 ACCM不是 哦 這邊沒有開到那個 還沒還沒 然後是 明兵 極速流對上 基本起手 二明兵 加一個刺猴 呃 三明兵 三明兵 應該不會打裝甲兵吧 ACCM 沒有挖黃金 沒有沒有 沒有挖黃金 那他不是 過來亂的 過來亂的 看操作囉 看操作 這邊如果 Fiber爆炸的話 打這個極速流的話 很抖很抖 很抖 哦 君子好像 是不是晚一點啊 君子好像有delay到一點點 不確定 但是已經很神了 我跟你講這個我沒辦法 十九匹 很極限 十九匹 肉馬OK 可是小公 你還要一個黃金 你打肉馬的話不用黃金 對吧 呃 這邊剛好可以木材吧 可是什麼時候上市集呢 其實十九匹沙拉生 我已經很久沒看到了 很久很久 我很少看沙拉生啊 這個圍得不錯 等一下這樣子 那亂不到黃金了 亂不到主金 可是這邊吧這邊沒有圍 欸 好啦 我跟你們講喔 我第一集 剛剛好像有說 第一集有說 先手的威懾力 先手的威懾力是什麼呢 這個就先手威懾力 呃 Viper應該是看到這邊有 伐木了 你有沒有虧過 我不知道 應該沒意外的話 他會直接走到這裡喔 因為 因為 一樣的文明 配置不同 他先過來亂了 等一下 呃 A4C應該是可以 雙弓箭場 或是一個弓箭場 一個兵弓場 直接走 直接走 對對對 直接走 然後馬上上一個一級射 馬上上一個一級射 哇靠咧 欸 Viper 你這邊還 喔 我還以為 你圍了 然後又滴掉 你等一下還會圍嗎 你為什麼手術這麼神啊 你 你很噁心耶 你不是跟我童年嗎 為什麼你像神 我是憤賭玩的 真的我是憤賭 我是本師啊 我是吃瓜群眾 我如果講錯 我不要太介意 喔這邊有一個殘血專名 嗯 我看一下 這邊沒有弓箭場 這邊沒有冰工場 哇 如果Viper這邊沒有 亂到什麼 的話 我就ACCM佔優喔 因為他這邊兩個弓箭場 加一個冰工場 這邊在亂 水喔水喔 欸不是 我撥爆要中力 中力我是 我看比賽啊 這好精彩喔 每次看那個雙方文明一樣的時候 你們都 不會有那種巨大壓力 完了 對面好強喔 一樣的文明 我Man 假設我Man 莎拉森 結果被莎拉森 對面打爆 欸我會想要砍遊戲耶 以前會有這種 想法 好啦 不講了 一級目 哇 還是有小微喔 這小微 做好 防禦建設做好 然後因為先手的關係 其實很難 很難 現在 喔看 賽拉森 欸 亂到了 六隻 不出門 為什麼 因為只有兩隻 這邊四打三 看機體 喔一樣啊 哇 這一 這六隻 delay到了 delay到了 分數沒有差 你看viper 你好噁心喔 你為什麼打那麼激烈 還可以微微強啊 我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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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有錢拿喔 viper不會手軟的 喔有睡飽喔 viper 嗯 去看下去 這邊有兩隻過來 欸欸欸欸 嚇死我 欸欸欸 ACCM 完了 數量上差距了 數量上差距了 基本上 斷村 無所謂 但是賽拉森 為什麼很暴力 急速小公流 斷村沒關係 他等一下靠買賣 他等一下木材出來 對不對 該市集 這個不要斷 一直升一直升一直升 壓住就對了 看要逼他箭塔 還什麼都可以 你看掛了啊 一二三 三隻了 鳥殺了 四隻 你小公去不起來他 爆了耶 OMG viper 19p 賽拉森 這邊 OMG 所以啊我跟你說 我那個天梯對戰喔 我的分析 或什麼轉播 你們就 看一看就好 不要太認真 因為我也沒很認真 波爆 因為那些頂尖玩家 他們天梯對戰 其實都在亂打而已 就測試什麼東西 這個才是真實力啊 19p很極限欸 我覺得19p 小公很極限欸 因為你只要前面的第一隻小公 第二隻小公掛了之後 你就不是速攻了 你後面人家經濟平衡一定爆的小公比你多 應該 對吧 對吧 那這場就是前面兩隻小公先進來了 亂到木材了 然後這邊六隻村民也亂到了 然後過來一級射 他不敢出來 ACCM不是沒有兵 他不敢出來 因為一級射比較晚 然後就爆了 然後剛剛這兩隻很關鍵 操作不剩 爆了 你看他可能要逆轉的話 就一直花王金 買賣 才能起死回生 我覺得啦 我覺得啦 還好這張塞阿拉森喔 不然ACCM 我覺得已經爆炸了 這一隻 殘血的 弓兵五滴血 沒人來收他 他一直在乳小 MVP It's you What's your name 這隻 叫什麼名長 一直在後面 孔他在一直生存耶 然後一直搞 一直搞事耶 然後亂到這些人 1 亂10 OMG 我又看了什麼 你太神了 Viper 剛剛休息完耶 我想要好好 播報 你又讓我high了 過來反制嗎 喔可以喔 喔可以喔 九隻 轉毛病 嗯 快跑 聰明喔 他用毛病跟你玩 看一下Viper 什麼破綻 果實在吃了嘛 這邊的果實咧 沒有吃 差很多 完了 城堡我覺得就是Viper 差300分了 這邊果實差很多 因為這些 他們不是蒙古 斑馬很遠 可是果實 採集的食物 很多 可是ACCM 被控住了 這裡沒有 差異 很多 封建 其實他們這些要控兵喔 就看一看就好 其實就 其實雙方控兵差不多啦 都世界前十了對不對 但是就看配置 雙方是一樣穩明的時候 我就會看配置 這邊沒有果實 但是Viper有 Viper 食物穩定成長中 ACCM 完了掛了 GG OMG秒殺了 這張圖 塞拉山好強喔 原來你們 知道啊 我還想說要問蒙古耶 我錯了 對不起 不是蒙古 蒙古也可以啊 只是 看玩的人 看玩的人 點啊 怎麼辦呢 我好像沒講到什麼東西耶 19P 塞拉山 三人伐木 極速小弓流 然後搶先手 你打快弓的 最大的 呃 看點是什麼 你一定要看到對方的家裡 而且看到他的經濟區 然後搶先手 這個東西喔 我覺得Larry很會玩 呃 印象中好像天梯對戰 我有一個什麼 什麼緊急加坡的第一集 Larry是用 塞爾特打 Hera的 柏根蒂 他開場就是好像兩個弓箭場 然後集結連在人家的木材區 直接快弓 把Hera的柏根蒂打爆了 如果有每一集看我的 影片的觀眾朋友們 你去回放一下那一集 好像跟這一集很像耶 只是這個是19P 更快 viper的 19P 塞拉山 速攻 這個真的是速攻 等一下他上城堡嘛 他直接大學 全部都靠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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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追溯 呃 滿科技 這些 就掛掉啦 不同的 等級在玩啊 城堡打封建耶 好吧 這邊我們不用轉破了 你這邊連那個啊 果實都還沒吃啊 強成這樣耶 我成爆了 買賣 看看買賣 這邊也沒有點二級木了啦 因為已經結束了 大學嗎? 大學 彈道學 二級射 努兵 結束了 不用點房啊 他不用點房啊 因為射程就吃這些東西了 你只能跑給他追嘛對不對 ACCM 可能他派三四隻兵跟你玩 然後其他去前線直接秒殺 你應該是賣掉石頭吧 ACCM 沒有嘛 對不對 沒有石頭 要一流嘛 莎拉森四級就是這樣玩嘛 啥都賣 啥都賣 一直挖黃金 啥都賣 然後生一堆有的沒的 打一個超級極限的那個 ALL IN PLAY 就是莎拉森 這個東西給我們新手玩會爆炸 因為我們根本不知道怎麼用這個四級 你高端玩的話 很強 有戰術配合 莎拉森很強 對啊 就這樣 這文明我還沒介紹到啦 我還沒介紹到莎拉森 只是莎拉森就是很強的文明 可是他不是攻兵活 可是他可以打這套 極速流 ALL IN 單TC 完蛋啦 單道學有點嗎 等一下有資源再點上去 真的不用玩了 這邊怎麼打 現在還沒有彈道學 等一下有了就GG了 這邊只能跑啊 趕快喔 可是 等一下VIPER可能點彈道學了 還是已經有了 看一下看一下 欸 VIPER有了啦 欸GG 喔不用看 哇 靠 各位 我竟然已經很冷靜的在播報囉 已經有失智了 這場結論就是 這場地圖 看得出來 很激在 然後雙方為什麼選莎拉森是 自選嗎 可能 不管 雙方差異 一個 VIPER 三人伐木 十九匹極速流 的這個賽拉森小宮 他的要點在哪裡 我現在看懂 為什麼他大箱要先開了 他趕快先開完之後 他的赤猴要做事 那他是不是我剛剛有帶到 他看到這個 可是我剛剛看到的是 他走來這裡的時候 先亂到這些村民的 對吧 然後呢 雖然才剛蓋好 要生產的速度 正常騎手的賽拉森 是ACCM這裡 然後有三民兵 但是他出不來啊 因為人家VIPER先一擊射 他要續 他在裡面續 那他就是 後手 先手的威懾力 然後後面 比較關鍵的地方是 我覺得這邊有兩隻小宮 VIPER也有兩隻小宮 總共有四隻 可是ACCM走出去 兩隻他沒有看到 就死掉了 然後結果這邊 掛了幾隻村民 四隻對不對 還有中間 六隻村民 往外跑 全部都是關鍵點 後面其實就走遠了 因為如果你是跟VIPER玩的話 你沒有投石車啊 沒有那個逆轉的 那一台投石車啊 風箭一直打 還有經濟的部分的話 這一隻無敵血小宮 太關鍵了 他一亂十耶 然後這邊 沒有末法 那食物採集就差很多了 跟那個交易買賣沒有關係 然後後面就是結束了 城堡時代打風箭 好啦 VIPER你好強喔 怎麼辦 你們會不會4比0啊 等一下繼續看下去好了 好啦 那這集的轉播就到這裡 告一段落 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